跟新竹馬龍舉辦 這次很歡迎邀請 我們就邀請到裴萱來分享 藉由減少例外處理的途徑 降低Ninus系統護照的執行成本 在分享之前 我們就用熱點的歡迎裴萱 謝謝大家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怎麼藉由減少例外處理的途徑 降低那些程式在執行上面的效能 這邊就是上面這個會是我今天的這個slide 就是建議大家可以掃一下 因為等一下底下有些地方會有我附的一些reference 就是如果說我講的不是那麼清楚 可以點進去直接看它裡面到底是寫了什麼東西這樣 如果說就是有提前看過大綱的人都應該都知道說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是跟 等一下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是跟就是在2010年提出的一篇paper裡面提到一個方法有關 那今天我就是跟大家展示一下在Linux 5.0以上的版本重新把它實作一次 那它之前那一篇paper裡面它提到的就是在2.6版實作出來的 所以說我會希望說今天我的主題不會是報個paper就下台了 而是說我們可以以 它這篇名字就是提出方法叫做flex system code 那就是希望說今天我可以以flex system code為例子來探討說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去修改Linux kernel的這件事情 好 那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是誰 我的名字叫做洪培萱 那目前就讀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三年級 我常用的網路上常用的ID是哪一個 不過那個名字其實我自己也不會唸 所以說可以叫我本名或是叫我frank就好了 好 那現在就開始吧 剛剛那個題目很長嘛 所以說我們先來簡單一下分解 剛剛那些那麼長的題目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關鍵就是例外處理 例外處理是什麼呢 在今天議程裡面我們會講到的是 從一個user process 它要執行一個system code的時候 它會產生的這個exception 那產生這個exception就是我們今天說的例外處理 第二個關鍵就是土記 就是說我們產生的exception 那我們要怎麼 為什麼需要產生這個exception 原因是為了我們要從user mode 轉移到kernel mode這件事 對 那這就是它的土記 第三個呢就是成本 從user mode轉移到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其實那個箭頭其實是紅色的 就是從user mode轉移到kernel mode這件事 它到底會產生什麼成本 那如果說我們在就是 每次system code的時候 都需要就是有這個 我們叫做mode switch的這個成本的話 那它會不會就是在我們 平凡使用系統呼叫的時候 會有一些成本呢 這個等一下我們也會去探討一下 好 那其實這個成本的話 我們又可以分成直接的成本 跟間接的成本 直接成本就是 剛剛有提到的mode switch的那個成本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間接的成本 就是說 平常我們在執行系統呼叫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會污染到處理器的一些結構的 像是說比較長舉的例子就會是cache mix 對程式執行的效能帶的影響 好 那再來的話我會簡單介紹一下 flexsystem code它的一些 flexsystem code它的那個 簡單的一些概念還有就是 它的核心的想法 那flexsystem code它的全名叫做 flexible system code 那這篇論文那個 這個作者當初提出這個想法的 原因是因為說他希望我們在 在呼叫 執行系統呼叫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更有彈性的方式 來去達到這件事情 那這一篇論文是在2010年 剛剛有提過在 OSDI這個研討會上面被提出來的 在那一篇論文裡面他有提到說 他可以在mysql上面有1.4倍的效能提升 這個數字看起來真的是蠻厲害的 就是說我透過去修改一些 linux kernel上面的一些行為 那可以達到那麼高的效能提升 那再來介紹一下它的核心概念 它的核心概念叫做exceptionless system code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看一下 正常系統呼叫它會是什麼樣子 就是說 這是剛剛圖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如果說 user process 他想要執行一個系統呼叫的時候 他必須要先觸發一個exception 那有了這個exception 我們就會從user mode轉移到kernal mode 等到執行完這個系統呼叫之後呢 再從kernal mode轉移回去user mode 那再繼續進行 中間這個exception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成本 那exceptionless system code 他提出的想法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user space 跟kernal space中間 去建立一個他們共享的記憶體空間 那當現在user process 他想要去執行一個系統呼叫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一些 喂 我就可以把一些必要的參數 放進去那個syscode page裡面 那在kernal的部分呢 我們會跑一個kernal thread 定時去polling位置看說 是不是有等待被執行的系統呼叫 如果有的話我就把它包裝起來 丟給work queue去做這樣 那從這張圖上面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沒有剛剛上面這張圖 就是exception的發生了嘛 那syscode page實際上會長什麼樣子呢 好像講得有點快 syscode page實際上 它會是由很多個entry組成的 那每一個sysentry 它都可以放一個系統呼叫 那可以看到說我們有一些主要的欄位 像是syscode number 還有回傳指狀態 和就是六個參數 好 那我們實際來看一下說 如果一個user process 它想要執行系統呼叫 會做到什麼事 一開始的話 一開始的話 這些entry它的狀態都是free的 代表說 它沒有被占用嘛 那再來的話 它就會把那些必要的參數放上去上面 像是在這邊的例子的話 我們就是用read的這個syscode 就是它的syscode number是0 那它需要放的參數就有file descriptor buffer還有size這樣 那同時它會把那個目前的狀態 改成submitted 當我們的kernelthread發現說 現在已經有註冊的系統呼叫了 那它就會把狀態改成bz 然後把那些參數包裝起來 丟給work queue去執行 執行這個systemcode 好 那等到執行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這條entry的狀態改成down 然後 因為我們執行完了嘛 所以會有一個回傳值 回傳值就放到上面 那當userprocess發現說 目前的狀態已經就是 執行完了的話 它就可以很放心的 從這條entry上面去取出它的回傳值 當然取完之後 它還要把就是 這個狀態改成free 就是之後的syscode 可以再重複利用 對 就是說我們在實作的過程中 我們會有自己寫一個library 就是像可能原本我們做open的話 我們syscode就是寫open 那但是我們在這個實作上面 我們會自己寫一個flexscopen這樣 那要怎麼去把它放進去我們原本的直信檔裡面嗎 我們就是用ldpreload的方式 就是先把它載入 這樣我們之後就是可以被把它hook起來 好那我繼續講 好那剛剛有提到成本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減少這個直接的成本 那一個比較直觀的方式就是做syscode batching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當我們userprocess 遇到一個系統呼叫的時候 我們不要馬上去執行它 而是等到累積了一定數量的系統呼叫 我們再一口氣從user mode 轉移到kernel mode 然後去把它執行 那這其實蠻直觀的啦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累積了64個syscode這樣 然後再一次轉移過去 那我是不是就相當於省了64倍的mode switch的成本 應該是蠻直觀的 好那關於flexsystemcode的那個 大概介紹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實作過程的業心得跟經驗 第一個就是為什麼我們還要去回頭看十年前的論文這件事 那其實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在看那些實驗數據的時候 你會發現剛剛有提到就是它有很好的效能提升 那這在現在的不管是電腦或是處理器上面 真的還會有這些就是不論是變差或是變好 就是它真的還會提升那麼大嗎 這個是我們不確定的 那既然我們不確定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它實作出來 然後就跑跑看嘛這樣 好另外一個就是 事實上是因為flexsystemcode它在實作的過程中 需要對Linux kernel所做的改變不是那麼的大 不是那麼的大 但是我們只需要做出一些些的改變 就可以在電腦上面 在程式執行的時間的那些效率上面看到 比較明顯一點的成果 對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選擇flexsystemcode來實作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我要去修改kernel這件事情 你可以說就是我好好的 我好好的就是系統 就是不用白不用 為什麼要自己去手動去修改它 那其實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在Linux它的發展過程 它上面是有很多的功能的 有時候我們在特別的情境底下 是不需要使用到這些全部的功能的 像是flexsystemcode它 flexsc它提出的這個情境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在平凡執行系統呼叫的這個情境裡面 我有沒有辦法透過捨棄一些 平常就是在這個情境不太會使用到的功能 來達到我想要的效能提升這樣 那當然它捨棄的就是說 平常使用systemcode的那些 因為其實我們使用flexsystemcode 它剛剛可以看到就是像是syscode batching這件事情 我們就不能保證系統呼叫它執行的順序一定是怎樣 我batch過去可能64個return value 它執行的順序我們不能保證 但是在那時候作者提出的這個情境下是ok的 就是它犧牲了我們保證syscode一定會按照某些順序被傳回來 然後達到了這些效能提升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電腦技術的演技 像是說在2010年它這篇paper剛被提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執行系統呼叫的一些指令 像是int那些或是sysenter、sysexit這些 Fast syscode path的指令 它的效能其實都是 它執行的效率都非常差 但是換到我們今天的處理器上面 它的效率真的還有那麼差嗎 對這個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結果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context switch 就是剛剛也有提到就是 主要的成本會是中間那個mod switch 它這個switch在今天處理器效能 真的還是會那麼差嗎 我們等一下也會看到 在前幾天我們就有在一篇推文上面有看到說 其實可以發現mod switch 從user mode轉移到kernal mode這件事 其實已經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快了 它的成本我們不需要付出那麼多成本 下面有一個連結就是 不是那一則推文 就是有提到這個現象的那篇slide 大家可以點下去看 所以說我想要表達的是 我們在實作flexsystem code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可以同時去發現 我們腦中的一些過時的資訊 像是大家都會想說 mod switch是不是我做很多會很浪費時間之類的 但是剛剛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現在的處理器上面 它們的那些效能已經是非常好的了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提到一下 我們在實作過程中的一些小插曲 就是說一開始 我們的目標是要把flexsystem code port到5.0版本 因為它原本是在Linux 2.6多版本被實作出來的 對 那我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參考Github上面 有人已經在4.18版實作出來了 我有擋牢 不好意思 已經有在4.18實作出來了 那時候我們就是 等到我們就是把大部分的功能都port到5.0版 之後呢 我們就有去就是看一下那個效能的差異 然後就發現說 為什麼在4.18版跟5這個版本 它就是效能看起來是落差還蠻大的 就是這樣 這件事情那時候其實困擾我們還蠻久的 然後後來之後就是仔細的去檢查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在Github上面那一個4.18版 它雖然說可以正常的跑正常的執行 但是它的結果是有問題的 所以說也就是因為這樣我們不能說就是 因為它執行結果就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不可以把它當作就是拿來實驗的比較這樣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提醒我說就是 就是我們在使用就是Github上面的程式碼的時候 記得要先去驗證一下它的正確性 那再來做下一步的動作 那再來就是給大家秀一下我們的實驗結果 在實作的這邊我們有做了三個實驗 就是分別是在多核執行 然後使用Concurrency Managed World Queue來實作的 第二個就是在單核使用的也是Concurrency Managed World Queue 那第三個就是在單核上面 那使用的是傳統的World Queue 我們這些實驗的話 它跑的程式都是Write這個SixCode而已 然後它跑了100萬次這樣 這樣我們就是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它之間的差別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在多核執行 然後使用Concurrency Managed World Queue 看到的結果 可以發現說左邊那一個是Cache Miss 右邊那一個是程式的執行時間 可以發現說Cache Miss在我們使用Flex System Code的想法之後 它其實真的有大幅的降低 但是降低那麼多Cache Miss 我們看起來是沒有反應到程式執行的時間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線幾乎是重疊的這樣 甚至說在某些情況下 像是Entry Size比較低的時候 然後那個Entry Size就是剛剛有提到的Batching 它使用的那個Entry數量 我們最大就當作是64 最小就是1 你可以發現說在Entry Size1的時候 我們使用Flex System Code 它的那個花費的成本就是非常的高這樣 好 為什麼會這樣等一下我們再一起解釋 第二個的實驗的話 我們就是做那個在單核上面的執行 然後也是使用Concurrency Managed World Queue 可以發現說在Cache Miss也是一樣 有很大的改善 然後在那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在Entry Size差不多大於30的那附近 我們其實使用Flex System Code 是有好一些些的 但是其實並沒有到當初那篇論文提出的 就是1.4倍或是2倍那麼好的效能提升 而且同樣的剛剛看到問題在這邊也會發現 就是在Entry Size比較低的時候 它其實程式的執行的時間會拖得非常長 那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就是可以大概來總結三個影響程式那個 程式的那個時間 執行時間的原因 第一個的話就是 我們其實在實作Flex System Code 它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們會去花費一些額外的成本 這些成本是什麼 等一下 在後面一點我會介紹一下 就是說會有額外的成本 這個東西是會把我們的知性時間拉高的 第二個就是Flex System Code 它的概念帶來的效能提升 像是剛剛有提到的 Mode Switch 它就可以讓我們的時間 理應應該要下降 第三個的話就是處理器的進步 像是剛剛也有提到的 INT、SysEnter、SysExit這些指令 它也可以讓我們就是 程式執行的時間降低 我們再回來看剛剛這張圖 為什麼在Entry Size比較低的時候 它的執行時間會比較高呢 這是因為我們有看到三點 我們有了Flex System Code的成本 但是在Entry Size比較低的時候 是不是它這個想法帶來的效能提升 就是0的 因為如果說Entry Size是1 我就也是要 如果有一個SysCode 然後我就要執行 然後再回來這樣 它其實它帶來的效能提升 就幾乎是0的 所以說它只會多出 實作這個的時候 帶來的那些成本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還有第三個實驗就是說 我們做了在多 在單核情況下 使用的是傳統的work queue 那可以發現說 左邊那張cash miss 是我那個圖沒有畫好 其實就是它降低的是 降低的那個量是差不多的 那在執行時間的話的方面 你可以發現說 我們使用Flex System Code 它的資訊時間是 在不管Entry Size有多大的時候 都比正常的SysCode還要長這樣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就是明明我只是把 Concurrency Managed Work Queue 改成work queue這樣而已 為什麼會 這張圖都是在同樣的情況下 來實驗的 只是左邊是用CMW Queue 右邊是用傳統的work queue這樣 那可以發現說 為什麼它的效果會差那麼多 那其實這是因為在 以前的work queue的實作底下 它其實並沒有在 那個Concurrency的這個議題上面 做很多的改善 它在work queue裡面其實是 在一個work queue裡面 你放一個work進去 它是循序執行的 所以說它的就是 資源的力量會比較差這樣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說如果你使用work queue 來實作的話 那個在Flex System Code的 實作時帶來的那些成本 又會被拉高 好 那就是跟大家介紹完 不是介紹就是講了完 我們的實驗數據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這之間遇到的一些難題 第一個難題就是 操作Shared Page的成本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在實作Exception List System Code 的時候我們使用的是Shared Page 就是在User Space跟Kernal Space 開一個Shared SysPage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說 如果我只有一個SysPage 那有不同的User Process 它想要就是放那些 SysCode的Entry進去的話 會不會遇到Rest Condition的狀況呢 如果會的話 我們是不是需要加個Lock 但是如果我們加了Lock 是不是又會讓這個成本再提高 因為這是原本SysCode不會有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就是 GetUserPages的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實作的時候 還沒有遇到 不過就是那時候在查資料有看到 它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一般我們在Kernal 想要拿到User Process的那些Pages的時候 我們都是使用 GetUserPages的這個API來 就是拿過來 但是這在某些情況底下 其實它是會有問題的 嚴重一點甚至會導致Crash的發生 因為它實際上為什麼會發生 還有結果就是原因有點複雜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參考一下下面的這個連結 好 那第二個難題是什麼 就是Current Pointer的問題 Current Pointer其實在Kernal的地方 在Kernal裡面是一個指向目前這個work的pointer 它在我們這個Flex System Code的實作裡面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說在一般的System Code 就是左邊那一張圖 我們可以發現說在執行的時候 Current指向的都會是User Process的那一個work 但是在我們實作Flex System Code的時候 因為實際上去執行這些系統呼叫 都會是在Kernal那邊的那個Kernal Thread去執行的 所以說執行的時候 那個Current都會指向就是那個Kernal Thread 那這會有什麼問題呢 像是第一個就是GatePit的這種System Code 我們需要的是就是透過Current這個pointer 去拿到User Process的一些資訊 因為如果說你指向的是那個Kernal Thread 你去拿就是會拿到Kernal Thread的那一個Pit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像是Open,Read,Write這些System Code 我們也是會需要就是Kernal Thread去拿到User Space的那個File Descriptor Table 但是當今天就是今天如果我們的Kernal Thread 指的是Kernal Thread的這個work的話 我們拿到的就會是不同的File Descriptor Table 就是對就是這樣 那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呢 我們還沒有想出一個比較好的解法 就是說如果像是上面這個GatePit 它就是實作起來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可能就打算去重新把它實作一遍 那如果像是Open,Read,Write這些比較複雜的System Code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讓它在Kernal 就是打開寫讀關這樣而已 好那再來說一下就是講的差不多就是跟大家講一下結論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在實作一些前人發表的一些方法的時候 就算結果不如預期也不全然的都算是壞事 因為去仔細比較說我們以前的實驗數據跟現在的實驗數據 我們其實可以發現說 就是可以去從中發現一些像是剛剛有提到我們沒有發現過的問題 像是Mode Switch它其實在現在開銷沒有那麼大了 或是剛剛還有提到什麼有點忘記了 對像是這些例子這樣 好那希望我今天的Talk可以就是給大家在寫程式的時候帶來一些啟發 那再謝謝就是這段時間跟我一起就是研究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浩元跟惠宇君這樣 好謝謝 那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就現場開放一位Q&A 有討論Syscore Latency Syscore Latency 我想一下喔 在我們那張圖上面看到的應該就會是 等一下我想一下 Syscore 對啊在那張圖上面看到應該就會是有包含Latency的那個了 對 Total嗎 Total Total沒有 就是單個Syscore這樣的 就是一個Syscore的 其實是看我們跑幾次Syscore 對對對 你剛才提到那個Syscore的Batch 可是Batch最大問題就是你怎麼處理Dependency 我不是聽得很清楚 你覺得Dependency的問題要怎麼處理 你一個Syscore 下一個Syscore 可能必須依然前一個Syscore 對 這個就是剛剛有提到的就是FlexSyscore FlexSC它這個提出方法它付出的成本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保證說Syscore 像是如果說我今天要開檔、讀檔、寫檔、關 這樣 我就沒有辦法把它全部都放進去 我就只能開 然後等到執行完 然後讀、寫之類的 對 這是它付出的成本 對 這種情況不就不能Batch 對 就是在這些情況下 對就不行 好 那謝謝裴萱 那最後我們再用掌聲謝謝裴萱 好 那下一格議程是3點10分 那請大家準時入場